印度硬汉又开挂 车门都被掀飞了 坏人只能被动挨打 要说中国功夫片 那真是八仙过海可显神通 甚至海外直接跟着分类了 中国功夫属于玄幻类 但是都从看了印度R3的功夫 小编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中国功夫还有旧 印度功夫那都不属于玄幻 那属于开挂 视频中这小哥直接先飞了车门 此时对面一群人包围而来 却被小哥一车门通通撞飞 那场面如同天女三花 这操作小编给82分 又剩下666了 此时一群坏人还没死心 又是包围了上来 我们的硬汉小哥没有丝毫胆怯 他钻紧了拳头 缓慢走向前 一劈碎一个 对面仿佛是一群瓜皮 一招都扛不住 就躺地上跟死猪一样了 有玩游戏的朋友就是说了 这是在打人机吗 小编只能说是的 一群坏人被小哥吓得动都不敢动 这些坏人着实不太行 那么就硬路功夫跟中国功夫一比 各位小伙伴觉得哪一方更花里胡哨呢